外媒原引业内人士分析认为,美国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线很多,因此冒犯中国会承受很大损失。 早前,据外媒报道,美国官员曾向美国的航空公司施压,不要修改官网的涉台表述,尽管这一表述不符合一个中国原则,尽管如此,面对国际舆论压力,担心出现中国业务停摆,和旅客航线减少等后果,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正在与美国政府协商。 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拒绝回应,英国金融时报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,美国航空公司本身愿意修改,但迫于美国政府压力迟迟未决,美国航空公司的动向也引起了倒霉媒体的关注。 台湾忠实电子报网站刊文指出,如果美国航空公司一味坚持错误,这样做的后果恐怕会流失中国大陆乘客。 在社交媒体上,有美网友劝诫本国航空公司,假如你们继续忽视中方要求,就做好乘客和航班减少的准备吧。 台湾应该被标注为中国台湾,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,而中国网友则断定表示,想在中国做生意,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。 对于外国航空公司官网中涉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标志问题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明确表态,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,香港,澳门,台湾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这是可观事实,基本常识,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,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遵守中国,法律,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,这是任何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最基本遵循。